香港人叫大吊,特吊 這個是含家產,才叫含家產 仆街就是仆街 是絕對要死全家 誰認為他不需要這樣吊他 因為是持平的,你也要死全家 這個是誰 楊冠,就是日本華記茶餐廳 就去日本用香港招法開茶餐廳 你含家產 首先要這麼說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去日本開香港茶餐廳 推廣香港文化 在香港的茶餐廳買的 特別是這幾年,以前都好好的 是垃圾,是劣食 雖然茶餐廳是非常難經營 OK 好啦,都不要緊 就是各施各法 你在香港做不成 香港有沒有泡 做地產 在香港做不成 被迫到去海外發展 你還想支持建制會幫到你 還是你本身是個戒指 如果你是戒指,就收爹 你不要認識別人 不要說 共產黨怎麼差,都好國民黨 不用被人發國聯軍 不用簽不平等條約 你老莫經常滿清政府國民黨 首先要這麼說,叫他什麼名字? 楊冠 真的叫楊冠嗎? 他自己的名字叫楊冠 阿冠哥 我叫你老母 八國聯軍是打國民黨嗎? 都沒有 此其一 此其二 八國聯軍是天公地道的 大家想想我舉個比喻 以歷史你們是不能認識的 如果現在香港有一班愛子堆 走出來領事館殺美國領事 強姦比利時領事女兒 咬你老母 跟著你們去保護你才是召殺 信耶穌是召殺 你認為如果因此而比利時 美國和英國那些聯軍 來打下去 應不應該你回答我 即是你中國人去到 無緣無故因為你信佛 那些人殺狗你 你以為這樣嗎? 八國聯軍不單止不是國旨 如果你說是要旨的 就是他們八國的旨辱 因為他們不一舉 將這個支拿國含家庭撕住 咬你老母 是不認識 共產黨 你國民黨出現 就是革命黨 就是推翻滿清政府 當然啦 當然啦 這些是低人低水平 你講到外國 你不可以去日本 日本南京大屠殺 他去日本開茶餐廳 現在是大漏了 為甚麼呢 香港也不行 他想著 這樣當然是會有些人的 是會有些人的 去日本見到華記 有茶餐廳吃的 我不知道現在我們同桌有沒有人敢做 但我捉完這個 全家必然要死絕 生仔的 生女的 代代要做 最忍賤的企家雞 一百元七仔 好啊 你老母 哪有這麼忍賤的 你去日本吃香港茶餐廳 你是人 你是人不是 你又沒有尊嚴 你有老母 老爸老母教 你去日本吃香港茶餐廳 我去日本 你吃吉野家沒有問題 你可以吃爛糕 甚至是七十一 去七十一 去七十一 求冷奇好像我和我兒子 去關東煮也好 再不是 去日本七十一 都沒有包 那些雞包好吃 卡邦尼 求冷奇 再不是 兩次爛糕雞皮 你都不會吃 日本的茶餐廳 香港式的茶餐廳 好了 還有奶共 算了 共產黨才殺最多中國人 你不要說那些 我們來講茶餐廳 好了 香港人來都陷糕 你去日本人 在日本吃香港的茶餐廳 你更加是陷糕餐廳 之中的陷糕餐 吃茶餐廳 你當然要來香港吃 我們去日本 當然要吃日本的 這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好像我們來馬拉 我們當然要吃馬拉野的 你媽 你一個這麼萌失的人 你是不是要吵 那都算了 生得肉 是 多醜醜 你那隻出聲不出鏡 畫面 然後都算了 那四光頭 他說 他想用一分多鐘 介紹這件事 結果說了三分多鐘 你時間掌握 比我的啤梨還差 都算了 我們都可以忍讓 我最想的男人就是 他竟然解釋這件事 說是初心 初心 到今時今日 特區政府 包括你嫁媽 林鄭良 都不敢說 說如果是這樣 陳同佳 就可以逍遙化他 你還說這些 不是 你勾到這樣 你勾到這樣 你想騙誰 你想插誰 楊冠 各位朋友 看我的節目 如果你懂得做這些動作 而你不做 我還是挑戰你 一定要把這段片 鋪去這個 華 華記茶餐廳 華記茶餐廳 楊冠 並順便鋪我講慢一點 啤梨頻步 黃國新田地街 576號 新輝商業中心 七樓醫室 你稍為有尊嚴的楊冠 你回來香港特質我 找人林我友 找人站姜我 你稍為是一個男人的 你過來 我叫馬建賢 我叫你老母 我現在公開調理記 隻丑又可以 你老母 不肯說辯論 就跟你打架 我相信很多人 我經常說話 我相信很多人想看我打架 沒錯 我就跟你隻丑 其實我們都不算大屌 我們都不敢抓他死全家 這些混蛋 這些死亂坦 你老母 又不認識你 你出來扮什麼 你說我們說話 都希望騙你 你老母 你扮什麼 你扮什麼 你老母 誰要扮 你老母 老實說 我那天 我要扭扭扭扭 簽身死狀 他又回你 他又回我嗎 他怎麼回我 首先他回你 行 我就跟你簽身死狀 去抽 找哪個律師簽都可以 我僥倖抽贏 如果我僥倖抽贏 你 你啤你入部 就要收皮 那我如果僥倖抽贏他呢 華記茶餐廳是不是要收皮 我很恐怕 去華記茶餐廳 是不值錢的 是 我叫你老母 你虛欺人道 叫你老母 去日本做茶餐廳 我再說一次 我真的是一個 對事不對人的人 他一會兒 叫你老母 去日本 我再說一次 就是吃日本的食物 吃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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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來香港吃 正如我們在馬拉爺 我們吃什麼 吃馬拉菜 回來香港 我是吃香港的 OK 是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你啤梨 那些人開日本 蔡康茶餐廳 是宣揚香港的文化 我叫你老母 為什麼你要去日本開 你可以 但是你不要說愛國 日本是南京大牛省 為什麼要去日本開 建設日本 給日本人 阿禪 我不回答 我就回答他 剛剛說這一段 是 他說 學生做好學生的事 不要給政客利用 很多人就經常以為 學生 或者你們現在出來的 那些年輕人 或者一班人 是被人洗腦 如果不是被人洗腦 就是有好處 因為被人煽動 他說因為我們是很辛苦 打拼回來 炸橋容易 你了 建橋難 你們見了一條什麼橋 你們見了一條 什麼的橋 你們見了一條 四萬元一隻樓價的橋 你們是記得利益者 他是世紀二十一的 他開地產的 記得利益者 然後你們這些學生 用心讀書 出來就專注自己的事業 去安居樂業 說是誰都想 他可以嗎 你們可以 因為你們舔了 他們年輕人的財 為什麼舔了九世財 為什麼年輕人 Henry在文章上寫 也有些記者認證了 有些家長說 你走到後面 我不怕 最多就是死 為什麼這樣說 我沒有東西輸了 因為他沒有希望 我沒有上來 要住劏房 他出來 都要認識人 好好認識錢 然後你講來講去 就是要穩定 現在這麼多 就是在炸橋 你說來講去要穩定 你說真的 他再錄這一番說話 其實說真的 什麼都不用說 是藍絲一個 你歷詞 原來跟他展彩 我不知道 原來就是蛇鼠 成賓 你說什麼 講這些 不是講這些 講人講地 那些全家大產男司 還有楊觀華我也想問你 就正如你的頭髮一樣 有頭髮給他想做辣賴 就是因為這條橋被人炸 當日經濟起飛 八九十幾年代 在港英政府局之下 去了特區政府之下 生活條件就越來越差 每天就八五個黃蟲 下來 民不聊生 所以這麼多人就不斷反 有上街 有雨傘 有魚蛋 直到現在 六月九、六月十二、六月十六 是因為政府不斷毀壞 香港繁榮穩定 不再安定的人才出來 等等 如果我跟他一隻抽 你覺得我勝算有多少 他就 或者是在跆拳道道 黑帶 我猜看身形 都有五十五十 我想我用點時間去操體能 不是操技術 要不需要我代你打 因為不用 因為 其實上 如果你說 我不知道想怎樣打 如果你說上擂台打 直抽那些 其實就是講體能 我認為 OK 你媽媽 台拳到黑帶 我也學台拳 我學到啡黑 我白帶那時候 打了自己的黑帶 你媽媽 雖然我現在未必這樣有膽 讓我量度清楚 才是為什麼 去過華記茶餐廳 我真的覺得未必定一算 說真的 也不需要你收拾 不用你華記收拾 你最少捐回 三個星期收入 給兒堂男性基金 輸了 輸了的話 你老母 就是 含家產